升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晚些时候宣布 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于8月中旬访问哈瓦那 并且见证美国驻古巴大使馆 举行的美国国旗升旗仪式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 荣湘 虚伟好 你好 那么相较于古巴驻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 以及热闹场面 刚才我们都看到了 那么美国驻古巴的大使馆20号显得比较低调 美国国旗当天也并没有在那里升旗 那么这是不是会影响到 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地位呢 荣湘 简单的说不会 美国国务院表示 尽管美国国旗尚未升旗 在法律层面上并不影响地位的升旗 从美国驻古巴的利益代表处升旗为美国的大使馆 而美国大使馆也从20号开始正式营运 的确相较于古巴驻美国大使馆的隆重开张 美国驻古巴的大使馆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当天只是低调的发表声明 国务院表示 国务卿克里呢 8月14号将访问哈瓦那 美国国旗也将在当天正式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升旗 星期一在现场见证古巴大使馆开馆仪式的呢 还包括了国务院人权助亲 以及联邦参议院主管外交运作的重量级的议员 即管美国和古巴恢复邦交 为两国的关系带来实质性的升温 但是呢 两国的关系正常化还是面对一些的难题 那么其中之一就是人权问题 尤其是古巴的言论 宗教以及新闻自由 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 还有劳工事务的助亲马里诺 夫斯基星期一也出席了管理的仪式 国务院表示呢 设置美国大使馆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 并且在全球捍卫包括人权在内的理念 此外 尽管美国国会呢 对于解除对古巴的境运有反对的声音 在现场管理的联邦参议院 主管国务院和外交运作的 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 也就是参议员利希 他表示 如果美国只跟自己立场一致的他国政府 来维持邦交 那么现实上一半的美国驻他国大使馆 感谢观看